一幢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宅 一间三口搬进去之后 超自然现象开始不断的发生了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西班牙的恐怖片音声 自打男主带着老婆孩子搬进西美的别墅之后 他儿子小正太便开始有了反常的表现 心理医生受男主的委托来到别墅 小正太说自己总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这些声音让他不停的画画 根据小正太的表现 心理医生认为是刚搬了新家不适应造成的 估计过段时间就没事了 男主的职业是专门找找房子 通常都是买下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子 翻新后再高价卖出去 这幢别墅是男主和老婆花光了所有的继续买下的 别墅不仅荒废已久而且结构复杂 心理医生在返回的途中 从收音机里突然传出了嘈杂奇怪的声音 很快一只苍蝇便钻进了心理医生的耳朵 然后心理医生就蒙圈了 情绪也失控了油门也越财越重了 最后连人带车撞树上挂掉 而与此同时小正太也画出了一幅车祸现场的画 别墅的墙壁上有一个破洞 里面不断有苍蝇飞进飞出 里面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正在翻修别墅的男主 只是用灭海灵喷了喷 而根本没想过破柴来看看 大概意思是死去的人会通过某种声音跟亲人传递信息 到了后半夜 小正太被超自然电子噪音进行了 看到塑料部的后面站着一个人 幸亏男主和老婆及时赶到 不然小正太肯定得被吓尿 转过天男主在干活的时候 再次看到从那个破洞里飞出很多的苍蝇 但这哥们依然是无动于衷了 由于小正太调皮导弹被学校给开除了 当男主的老婆打算把心理医生请来的时候 小正太突然说心理医生已经挂掉了 男主打电话给心理医生 得知心理医生那天从他家离开后不久就出了车祸 晚上在那种声音的指引下 小正太又画了一幅画 然后到了后半夜就出事 男主听到外面有动静 拿着枪出去查看 他在门口的地上看到了儿子的衣服 而与此同时 男主的老婆发现儿子居然没有在房间里 男主急忙跑到游泳池 看到小正太已经被淹死在了水里 堵物刺人 儿子的惨死让男主的老婆再也待不下去了 提着行李回了娘家 男主一个人在家 女鬼开始撒着花闹腾 把男主折腾了一晚上没睡好觉 男主给老婆发了语音信息 但他老婆收到的却是一段噪音 男主用电脑软件对这段语音进行了分析 从里面居然听到了儿子的求救声 男主意识到事态严重了 他来到老教授的签名授书现场 邀请老教授到自己家看看 老教授对超自然噪声现象颇有研究 于是便带着他闺女金发妹来到了男主家 老教授围着游泳池看了一圈 也没看出了所以然 男主的儿子会游泳 即便是掉进游泳池也不可能被淹死 这只能说明有外力的强迫导致的死亡 设备安装好之后 老教授拿着话筒开始到处下雪 很快显示屏上就出现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影 老教授来到小正泰的房间 虽然屋子里空屋一人 但屏幕上却显示有人正站在老教授的对面 而与此同时 耳机里突然传出了一种嘈杂的声音 三个人经过分析 认为这幢别墅里极有可能在闹鬼 到了后半夜 老教授那位已经去世多年的老婆突然喊他的名字 老教授寻声而去 看到自己的老婆正在厨房里做饭 两人唠了一会儿家常 他老婆提出了一个有建设性的意见 让老教授自杀 这样就可以夫妻团聚 就在老教授自残的时候 他闺女金发妹及时把他给唤醒了 男主的老婆正在睡觉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听筒里居然传出了他儿子小正泰的声音 小正泰说有人要害他 他此刻正藏在床下门 希望老妈赶快过来救他 第二天一早 金发妹突然看到在门口的树上 吊着一群死猫 这明显不是一个好兆头 但究竟遇事什么谁也不知道 当男主正在挖坑买猫的时候 他老婆开着车火急火燎的回来了 金发妹到镇上买完药正准备返回 一位老大妈突然把他给叫住了 跟他讲了关于这双别墅的故事 男主的老婆来到儿子的房间 趴在地上往床下边看 但啥玩意也没有 这时候女鬼给他制造出了幻象 男主的老婆刚想去触碰自己的儿子 小正在连滚带爬的钻进了床下边 男主的老婆往床下一看 看到了一双一年零三个月没洗的臭小鸭子 这一连串的惊吓 彻底把男主的老婆搞崩溃了 老教授在网上查了一下 发现树上吊死猫的意思是一种威胁 在中世纪的时候 用来警告那些闯入领地的外来者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金发妹回来了 原来这床别墅所在的地方 300年前曾经是一个宗教裁判所 据说曾经有很多女性 在这里被残忍的折磨和杀害 发生的一切很可能跟这个女巫有关 三个人正瞎分析的时候 男主的老婆突然上吊自杀了 房子还没装修好 老婆孩子先后挂掉了 男主这会算是彻底梦圈了 金发妹意识到此地不可久留 决定赶快离开 但倔强的老教授非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老教授之所以这么执着 很大原因是因为他那个自杀的老婆 他至今都没搞明白 他老婆当年为什么要自杀 俗话说一家人就应该整整齐齐 为了让男主到那边跟老婆孩子团聚 接下来女鬼开始收拾男主了 一系列骚操作下来 把男主吓得活都废了 自责内疚悔恨 男主的精神马上就要崩溃了 老教授认为既然过去这里是裁判所 那么那些被残害的人 肯定就在这别墅的下边 这个时候男主才想起来 那个往外飞苍蝇的坡洞 这个一开始就很值得怀疑的墙壁 终于被砸开了 里面真的是别有冬天 各种残害人的刑具应有尽有 而且那个一直在别墅里搞事情的女巫 当年是被关在铁笼子里死掉 按照传统的套路 女巫这种另类必须被烧死 才能彻底的烟消云散 既然事情搞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就必须采取火攻的方法 把问题彻底解决掉 女巫一看这帮家伙要向自己下毒手 于是便利用超能力扰乱这三位的意识 但进度条显示 已经不允许女巫有太多作为了 虽然金发妹在女巫的蛊惑下 捅了老教授一刀 但老教授皮操肉厚并无大碍 男主在女巫的蛊惑下也准备自焚了 此时此刻脑瓜子最清楚的就是老教授 他点燃了女巫的干尸 把这件事算是彻底的了结了 通过这件事 老教授认为自己老婆的自杀 很可能跟那些暗黑的东西有关 虽然把女巫搞定了 但男主的事还没有完全解决 他来到儿子的房间 无意中看到了墙上的那些画 这时候他吃惊的发现 那些画居然对应都是每次的事故 而其中的一幅画显示 小正太的死竟然是男主本人干的 原来小正太被淹死的那天晚上 被控制了意识的男主 把自己的儿子给淹死了 而女巫施展巫术的重要手段 就是利用苍蝇钻进目标的耳朵里 从而控制目标人的意识 得知是自己亲手杀死了儿子 男主彻底崩溃了 开枪自杀在了游泳池里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欧美鬼片老一套 总拿别墅吓唬闹 要想捉鬼很容易 十有八九在地窖